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多 今天是5月4号 带您看到一下现在外面台北市的景象 外面太阳已经慢慢露脸了 随着太阳越来越大 今天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目前在台北的温度大概来到23度 而今天清晨各地的最低温带您来关心一下 首先呢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 大概19.5度 另外在东半部的花莲也大概是19.7度左右 而另外在西半部包括在苗栗 还有新北新殿还有台中 大概都落在了20度左右 那随着今天这个温度趋势怎么变呢 带您来看一下北部来五天的温度趋势 首先带您看到了 北部来五天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温度呢 大概是落在了30度左右 白天会比较闷热难耐 那其实呢白天就像夏天一样 所以呢越接近中午的时候 大家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不过到了下个礼拜一开始呢 有一波封面要逐渐接近了 所以在北台湾呢会稍微温度稍微下降一点点 大概落在了29度左右 那这一波的封面靠近呢 北台湾也会多了一点点水气 接下来看到中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未来五天呢 几乎在中部地区 温度都落在了31-32度左右 而到了南部地区就更热了 有可能会落在34-36度左右 那其实在南部地区呢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都比较高温闷热难耐 而未来五天呢 封面对于中南部的影响 其实不会太剧烈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特别留意 再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 一连几天的雨 接下来今天会不会继续下呢 可以看到今天上半天主要的降雨区域 只用在东半部地区 那其实呢到了下半天开始 要留意的是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所以在中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水气也会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呢 全台的水气就会偏少了 接下来看到未来一周的部分 未来一周替您统整了 礼拜六礼拜天 白天比较温热比较难耐 那高温呢都可能超过30度 要留意的是在中午过后 可能会有雷震雨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开始 有一波封面经过台湾 北部的海面 所以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但是对于中南部来说 影响就比较小 而最后呢 但您看到了礼拜三开始 由一波的这个大陆高压 带着这个干空气南下 所以在北台湾呢 有可能会下滩到15度左右 所以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这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您 把时间还给开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